这小模样 这是我今年买的最Q的一只黄园 小家伙挺机灵的 小黄园真的太萌了 橘黄色的右线 小家伙还看着我呢 这小背夹挺高的 这小模样 小黄园和人的互动特别好 就往枕头里面钻 蒙翻了 钻得看不见了 看看它躲到哪里去了 这小家伙 这是19年的苗子 成年后底板就会有一个断层 这样就可以闭壳了 小家伙真的能会爬 爬这么远了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目测它又钻枕头了 自己又爬出来了 它对周围的环境很好奇 小黄园的好奇力特别强 小黄园的好奇力特别强 这小眼神 憨憨的 我最喜欢的龟种 就是黄园和黄猴 小家伙对我越来越熟悉了 这是我家的小黄猴 我们来喂点吃的给它 小家伙知道我要给它吃的了 这个龟粮挺不错的 适合水龟和半水龟 我们现在来喂它 很厉害 再来喂一个 水龟在水里吃东西很厉害 把这两个一起丢给它吃吧 吃饱了 把两个小家伙放在一起了 这是我今年买的最Q的一只黄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可以关注我